新鲜善年年幼 新年特别多 人家小奶奶 又要嫁人了 不是刚嫁进人家吗 怎么又要嫁人了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人家都败了 不嫁汉怎么穿衣吃饭 今日啊 约了马园外酒楼相看呢 这也太急了 曾小娘子出身高门 温柔体贴知书达理 马园外陈叔稳重 家庆殷氏为名厚道 实在是天作之合 李大人 滚 滚 快坐 快点 走 你在这里干什么 谈婚嫁之事啊 天底下哪有女子 自己谈婚嫁之事 怎么没有 女子出嫁随父母 在家有子深 马园外她家境英史 她答应我回宫秀山读书 赶考 嫁给她 我下半辈子也算是有个依靠 你若要找依靠 为什么去找别人不来找我 找你 第一天答应会保护我 第二天就抄了人家 这让掩耳无信的人吗 去哪儿 去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啊 我倒要看看 这苏州城里 没有我李赵的允许 谁敢娶你 小嫂子到底什么情况 大嫂现在还在牢里呢 她居然要去嫁人 现在松州城已经满城风雨了 做人不是她这样子的 我倒是要去问问她 什么情况 现在人家脸快被她丢尽了 太不相逢了 叔 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说 在牢里的这些日子里 生死看得太多了 什么家族生育 清白体面 都没有活着重要 还是算了吧 我不能算 叔父 你听我说 小嫂子 我有话要问你 这段时间天没亮你就出门 天黑你才回来 你就这么着急要嫁人吗 你要嫁人是李赵吧 李赵不好吗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你这么着急要求你 这人家精穷了 没有金山 英山给你挥霍了 你想逃了是吧 我早就应该想到你就是这样的人 大爷在的时候 你就是如此 现在大爷走吧 你还真是本性满意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我累了 罗姨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干吗走 怎么起 随她去吧 放节了 放节了 回家了 等着了 我的笔号 那是任务为金送给我的 少爷 你等着 我这就会去哪儿 秋山 老师 奶奶 不好了 不好了 星山少爷不见了 奶奶 不好了 不好了 怎么会这样 秋山少爷不见了 书院 书末 你们带够了人 一个去城东 一个去城西找 好 你去轻乐坊看看 好 如意 我们去学堂 我们去学堂找 娘 来来来 秋山 娘 秀山 你跑哪儿去了 老师给我买了桃葫芦 娘跟你说过 除了家里人谁都不可以信 你忘了 可是她是老师呀 老师也是外人 走 跟娘回去 你何苦要在孩子面前说这些话 秀山今天玩得也很开心是不是 我找你有事 跟我走一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 你带我到这儿来做什么 让你看到我的心意 师妹 这里所有的黄白之物 都是你的 什么意思 这都是我一年一年 为师妹攒下的熟身饮 人以为为你 这一笔 是增加出事理念我攒下的 但是我还只是个穷学生 只能攒下六十个空钱 何必呢 你拿这些钱 去弥补亏空不好吗 我寒窗苦毒出人头地 为的可不是填补亏空 为的是你呀 去吧 快点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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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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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李赵 李赵 二贾金有名 李赵 是吧 祝贺你啊 李赵 太好了 李赵 曾宝静的托机文书在此 书他要多少钱 曾宝钦 现在是明满江南的花魁 至少要五千两 这是干什么 您忘了 前段时间刘洋外的案子 您抬了抬手 刘洋外感激不尽 这是她的一点心意 我不过是秉公办案 拿走 您一年的奉务不过一百多两 可对曾宝钦熟身要五千两 宝钦哪 还是你命好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啊 快回吧 这姑娘命真好 我费尽心思 终究还是晚了任血汤一步 这些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 我以为喜欢一个人 对方好才是真的好 如果他心里没有你 你最好远远站着 不能捅破那层纸 如果那层纸捅破了 以后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以后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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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